诶 诶 这里有家 躲在工地摸板后头 但还是藏不住 被眼尖远景发现 走到楼上 到楼上 远景在工地里足层搜索 甚至有人在四楼高的工地里 狂奔躲藏 和警方展开追逐站 让人捏把冷汗 警车停在工地外 各个出口将他们层层包围 看到一个在后面 抓一个而已 看到一个在后面 红色衣服的 一共16名 外籍移工以观光名义到台湾 预期拘留非法打工 苗栗警方会同专情队员 锁定目标 原来他们就在距离专情队 30公尺外的工地里 悄悄上工 查获6名 预期停留 打工之外籍人士 了解该工地 确实是离专情队 不远的地方 外籍移工实在大胆 选定专情队旁的工地里上工 最终还是被带回安置 准备遣返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句话完全被推翻 这是彭志明 网络超红彭新 毛利报导